Yeah 歡迎收看 料理甜甜圈 我是香噴噴的主廚 香師傅 我是聰明安幫忙的小廚愛子 愛子 今天我們的派對料理 邀請到一位意想不到的來賓 根據我的小道消息 今天要來的不是營養師嗎 真是太厲害了 所以就讓我們更摸不著頭緒 派對料理應該就是很小巧很可愛 看起來很精緻很精緻很想流口水的 可是這種料理通常跟營養都離得有點遠 但是不知道今天的營養師 可不可以做得好吃又健康 對啊 那我們趕快一起來歡迎 宋明化營養師 歡迎 大家好 大家好 營養芭比老師你好 我變成肯妮了嗎 對 派對料理耶 所以我們的宋明化營養師 今天應該有準備而來 這個太小Case了 小Case 對 一定要有派對的感覺喔 當作單位跟我提到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的腦袋瞬間浮現了一百多道料理 一百多道 你真的很誇張 一百多道 對 真的是開始說大話 所以就一直浮現你今天就是有備而來 那老師 你今天要從一百道裡面選出一道 最美味的料理出來喔 沒錯 所以今天就為大家帶來的是 鮪魚水果派 這麼簡單喔 真是放大話 我們來看它到底可以做得多好吃喔 一起來營養師 請上菜 老師 今天需要哪些食材 我們的這個料理 第一個就是起酥皮 我們的派皮 然後還有鮪魚是我們的主角 雞蛋還有奇異果 藍莓 我們的營養師好像喜歡說反話 派對不是要很豐盛對不對 就是應該會整個白曼桌子 你這樣子人家會說菜色很單調吧 你知道嗎 越簡單的食材 你要做出變化越多 越好吃的一個料理 越困難 好像也有道理 對啊 所以應該不好吃喔 吃了就知道了 吃了就知道 好 那第一步驟是什麼呢 一般人其實現在生活都很忙碌 沒有辦法有時間做這個派皮 起酥皮 來取代這個派皮 我知道 起酥皮就是我們平常 如果去外面吃牛排 它就有個龍頭會這樣 砰起來那個 沒錯 就是那個 這很好吃 對 很好吃就贏了 用對東西了 對啊 真的 而至於說 因為我們的派對料理 不會用到這麼大一片 所以我們就把它切成四等份 其實我們已經把它拿出來 室溫一陣子了 所以其實它很好切 真的 輕輕地切一下就OK了 好像吃濕了 對 這樣把它切四等份 OK 切完之後 因為我們剛剛講 今天的主角是鮪魚 對 我們就把它拿過來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變化 肉鬆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肉鬆 對 鮪魚這樣子 把它集中在中間 集中在中間 然後因為這個起酥皮 它有一定的彈性 我們把它拉 對 拉起來 拉起來 四邊拉起來 對 好像一封信 然後壓一下 完成了 完成了 對 這麼簡單 兩位師傅 我們要不要來試做一下 當然 來 我們來試看看 這麼簡單 因為派對要準備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就不要花太多時間 在準備料理上 這個酥皮一定會很好吃的 好 放一些在中間 拿一些 像這種罐頭有一種是水煮的 對 沒有味道 有一種是有味道的 那水煮的就要再調味對不對 對 加一點胡椒 或者是加一點鹽巴這樣子 拉一下 其實有點像包水餃 那種感覺 真的 就是疊起來而已 真的滿簡單的 其實像一般 因為我們都知道 鮪魚是很好的東西 所以如果像家裡面的 爸爸媽媽比較忙碌 沒有空去菜市場買這些鮪魚 或者是 因為鮪魚比較大 比較難處理 所以我們也可以用這種 鮪魚罐頭 來做一個取代 那他們飲料都還是一樣的 差不多 只是就像剛才 像師傅講的 如果可以我們盡量買這種原味的 原味的它的對身體的附對 比較小 而且其實鮪魚裡面的蛋白質 DHA含量都很豐富 對 好 我也做好了 很簡單的 很簡單 接下來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材料就是蛋 蛋的部分 我們就是要請我們的小廚 來幫我們打蛋 對 好 把蛋打散之後 然後用這種刷子 小刷子 把它抹在這個 酥皮的表面 那它的作用主要兩個 一個是可以讓烤的過程中 這個顏色更漂亮 它的顏色會更深 第二個呢 因為蛋其實它是天然的黏著劑 所以它會使我們在烤的過程中 比較不容易爆開 這樣子 真的 只要我們的 打蛋公主 打蛋公主 什麼打蛋 好 這邊我們再繼續把它做完 好 OK 請 把我們切開 其實真的很簡單 可以跟家裡面的小朋友一起做 對 因為這個就是摺一摺而已 對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我們剛剛做好的 這四個 然後我可以把它塗上蛋液 而至於說這個烤盤 我們會建議大家用這個烘焙紙 不要用鋁箔紙 因為鋁箔紙有可能會黏住 那等到我們拿起來的時候 就會破壞它的這個 破掉了 對 形狀 所以我們用這種烘焙紙 它比較不會沾黏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放上來 那我們請小廚幫我們塗一點蛋液吧 好 這真的很快 很快 所以像這種派對料理 就是要給人家一些驚喜 而且這樣一口其實也比較好吃 因為如果你準備那種太大量的 其實小朋友 就是比較不好 如果掉來掉去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是 那孩子妳知道為什麼派對料理 都要小小的嗎 就是比較好入口 然後而且派對應該就是會很多人 因為派對的時候大家都穿得很漂亮 然後女生也是都穿得美美的 它總會一個那麼大的尾噴這樣 要咬下去就不好看 沒錯 咬下去不好看 所以就是要小小一口就可以吃了 而且很可愛 對 而且很可愛 所以我們這個蛋液塗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送進烤箱 然後烤箱的溫度大概200到220 然後烤大概7到10分鐘 但是一開始沒有做過這樣料理的 爸爸媽媽我還是會建議 要在烤箱旁邊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有時候可能妳火候稍微不注意 它很容易焦掉 所以這個是要稍微注意的 所以老師等一下有輸嗎 等一下什麼了 你要約我嗎 沒有 因為妳剛才講得好快 一副就進行 等一下好像急著要走 沒有 妳是要進烤箱了 做這麼快 快 因為我們的小廚已經塗完 所以我們要進烤箱了 這樣就好了 對 沒錯 你想要這麼簡單耶 對啊 所以就只剩桌上這兩樣 還沒處理很 對 所以這個我們等一下處理 我們先麻煩香師傅 幫我們送進烤箱 我不要去 為什麼 你們兩個是不是想要 自己私下接這個節目 不是我們想要講妳的壞話 觀眾朋友要做公道 要公道 好 那接下來要怎麼做 派對就是要非常繽紛 對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食材 就是藍莓跟奇異果 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成小塊 或者是特殊的造型 把它佈置在我們的派皮上面 讓它的顏色更多變好 更漂亮 那當然其實我們也可以 運用別的水果 像是香蕉 蘋果 草莓 其實都OK 自己喜歡的都可以 反正家裡有什麼水果 就把它運用上去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請香師傅 跟小廚幫我們 把奇異果去皮 好 還好不是幫藍莓去皮 很難耶 對 香師傅講到藍莓 因為我們台灣自己 沒有產藍莓 都是進口的 而藍莓 大家不要看它這樣子 其實它的農 農藥滿多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清洗的 我以為是營養很多 營養很多 但是農藥也滿多的 所以其實在清洗 媽媽在家裡清洗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 不要覺得說 它看起來很脆弱 一洗就壞掉 還是要洗 還是要洗 對 要洗 這樣子才可以吃得比較健康 又比較營養這樣子 我以為就是不用洗都處理好了 沒有 沒有 要洗 老師 我有聽過一個說法 是 有人說奇異果連這個皮一起吃 就可以幫助我們那個身體更健康 就是腸胃乳動是真的嗎 對 其實我們都希望 所有的食物 我們都吃全食物 就盡量裡面的果肉跟果皮都要吃 但是因為奇異果比較特別 它的果皮有毛 所以對於一些容易過敏的 或者是有過敏性體質的人來說 它容易對這個毛過敏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這樣子的 過敏性體質的人 我是建議還是要把皮去掉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這個問題 或者是說你可以確定 你可以把這個皮刮得乾淨的話 那其實把連皮一起吃 它的營養價值會更高 塞子纖維也會比較多 老師 妳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現在沒有一點花不起來 我就幫它吃掉 OK 幫助我們的腸胃乳動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塑形 塑形 好 我先把它切一切 切成丁好了 老師 妳好像都不用做什麼 好像叫我們做 叫我們做滿多式的 超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剛剛的製作已經 好香喔 完成 香噴噴耶 所以現在要裝飾它嗎 對 要裝飾它 好香喔 我們就可以應用就是 像剛才香師傅切的奇異果 我們就可以放 然後再放個藍莓 這樣子一起放上去 或者是來香師傅 麻煩幫我蓋一個 鮮心 拿起來 有鮮心的嗎 好可愛喔 有 沒關係 再切 把它鋪上來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 然後看顏色 比如說我們這個可以選一個橘色的 所以我們自己就可以這樣來裝飾 也很有樂趣喔 對啊 也可以一整片 如果你想要 也可以啊 對啊 用一個畫畫看看好了 很漂亮耶 對啊 一箭穿心 一箭穿心 好 我們就不吃完了 很厲害的感覺 是不是有派對的感覺 真的 今天好像做得還不錯喔 那我們就幫我們的營養巴比拍拍手 但是好吃才是最重要的 對 那我們趕快請老師 告訴我們這一道料理 到底叫做什麼 這個就叫做鮪魚水果派 完成了 美味開動 派對時間到 趕快來吃吃看囉 看起來好像很可口耶 對 一口就可以一個 一口就一個 就是有水果的酸甜味 但是又有鮪魚的香味 它真的像一個小麵包耶 小小麵包 然後你吃一點點 你會覺得 有一種驚豔的感覺 對 老師今天很厲害耶 掌聲鼓勵一下 這種派對料理耶 要做得營養 然後又好吃不容易耶 那我今天吃的 雖然真的小小的一個 裡面到底有什麼營養 有鮪魚 所以它裡面有豐富的蛋白質 還有DHA 但是記得 因為我們這些酥皮 跟我們的鮪魚罐頭 都是有調味了 所以我們在製作過程中 不要再加任何的調味料 對 避免說太重鹹 然後水果當然也有 水果裡面的營養價值 微量元素 其實蛋白質也有 微量元素也有了 然後小朋友吃了 身體也比較不會有負擔 派對料理很成功耶 我們希望可以一起做成功的手勢 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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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養師還是要有專業的形象 不過它今天帶來這個派對料理 真的很好吃 而且又有營養喔 想知道更多好吃的料理 記得要準時收看我們的 料理天圈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 Party Party 老師 你要再發明更多種不一樣的 這樣我們就真的可以來開Party